面對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全球大都採取圍堵政策 關學校禁止大型活動 不過香港傳染病學專家 袁國勇表示 圍堵方式也不可能是永久的 既然都一樣東西會內置兩三年 你怎麼可以說 要人永遠都沒有社交活動 袁國勇預測 如果圍堵政策能夠撐到今年夏天 疫情就會減緩 不過疫情可能會在今年冬天再度爆發 屆時可能會有兩成的港人被感染 兩三年後可能會有七成香港人被感染 這樣就能全民獲得天然免疫力 一次要過幾年之後 譬如2到3年之後 有70%的人口已經開始有免疫了 流行才會停止下去 英國目前採取群體免疫政策 也就是消極治療 讓大部分的人在輕症感染痊愈後 獲得免疫力 但袁國勇認為 這樣的政策可能會癱瘓醫療系統 雖然你可以在兩個月內 隨時可以將20-30%的人口 產生免疫力 但同時你可能會 令到你的醫療系統 癱瘓都未定 以至有醫護人員的死亡 出現都未定 那就會引起很大恐慌 對抗疫情可能是長期抗戰 如果有呼籲民眾在騎洗手戴古招之餘 也可以出外走走降低焦慮 等疫情獲得控制後 就能恢復正常生活 就能恢復